事实上我们现在今天想要一起交换意见 然后感觉一下我们怎么了解小孩 台湾慈济大学李慧娟副教授带领学生前来交流 把握姻缘在吉打高渊北海及槟城 举办了四场亲职讲座 我们从这个走向气质的角度 那帮助爸爸妈妈很清楚的知道孩子的个别差异是怎么样的不同 那因为我们说孩子要请这个因材施教嘛 那所以因材施教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财 然后怎么施教 这四场针对慈济幼儿园及安亲班学生家长的讲座会 吸引了约170位家长先来 在欢愉的气氛下 透过评量指数 让家长们可以更了解自己孩子的天生气质 所以今天其实是属于比较不动式的 所以可以让我更了解 怎么去与我的孩子和平的相关 是吧 有时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教授讲给我们听 让我们会多加注意这个孩子 对以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 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受益不全 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 你的孩子的气质是在于哪一个部分是强项 哪一个部分是比较弱的 然后看以后你会需要在哪一个程度 哪一方面来把它太强或太弱的把它平衡起来 孩子的九大气质讲座会 让家长了解每个孩子先天气质的个别差异 因材施教 良性互动 让陪伴的过程 家长及孩子可以相互成就 他能控制这支笔 而且把字写好 你没写的东西 也没有概念什么都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